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們所有的選手 在這次的集訓裡面 充分的準備 這場的目標是 搶下每一場的勝利 我會跟大家一起持續努力 前進日本再前進美國 謝謝 穿著中華隊 從弟的嘴巴講出來 其實蠻開心的 然後真的非常感動 有機會當上這次的 中華隊的隊長 我相信就是受到 教練團跟聯盟的信賴 所以才會選擇 讓我當這次中華隊的隊長 不可思議吧 就想要這輩子沒有穿過這件衣服 然後現在穿上這件衣服 我覺得 好像在做夢 對 有點興奮有點緊張 成棒之後第一次穿上 國家隊的球員 從小到大都是打那種亞洲盃 都沒有真的對過那種 中南美洲的球隊 所以第一天嘛 都有點緊張興奮 我那時候只覺得12強已經很大了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杯賽 然後這次競技賽又更大 就是每一個國家最好的選手出來比這個比賽 就是一定會期待 因為自己沒有打過經典賽 然後希望可以再為自己生涯 多一個 多一個那個 成就 那就注意安全啊不要受傷 然後拚一點 拚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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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是 一起啊 他把我們交過去這樣 以前在兄弟當隊友嘛 然後現在在這邊當隊友 其實在哪裡都一樣 都一起互相勉勵 因為大家都是為了國家嘛 為了球隊 所以我們都 不會想太多 不會說分比起來 大家一起 一起去努力 然後完成一場比賽這樣 他們最近壓力其實滿大的 可是 可能練習的時候還好啦 就比賽的時候 壓力就會比較大一點 可能就是像 去年總冠軍這樣 可能每一場都滿場吧 所以可能 打起來會更興奮 一些臨場的東西吧 要怎麼讓自己 在當下 遇到突發狀況的時候 有辦法 冷靜下來 面對自己每一個投球 我覺得比較重要啦 很多球隊的選手來 又互相交流 然後就是 就是努力 對 我報導了前一天 然後Youtube的影片 剛好跳出 那個12強 預賽在台灣打的 進化片段 然後我就又看了一次 就看到我自己 肌皮疙瘩 看到自己有點想 有點眼眶半淚的東西 對 然後 我覺得當時 好像 國際賽就是這樣 感覺全台灣都一條心 然後去面對外國人 外國的醜 對 所以我相信這一次一定也可以 然後也會 表現得很好 目前 短期的目標就是 希望大家 帶領著球迷 一起去日本 還是感覺想要丟 丟到日本吧 因為 畢竟之前自己在日本 沒有 上過一軍 然後這次有辦法 如果真的有辦法 進去 複賽 然後再跟他們對決 就是想要看自己在 那時候跟現在 進步有多少 這樣子